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IG FB 还有 Twitch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游玩还神节的剧情 那我们去玩横山皇陵 见到姬姻轩原皇帝的魂魄 告知了冗叶 实际上持有的做法 血魂知悉 是为了吸取久离之名的性命 作为营养的养分 来达成自己附身的目的 好 那我们现在接到詹语的指示 要前往神龙甲 OK 那我们继续游玩吧 在这里 欸 我要怎么走 来到幻山你可以看到三个树洞 进入右边的树洞到树上后 右边的是不是 那我们先走左边 好 先走一圈啊 然后再进去 好 再走右边 OK 走到树上之后呢 然后咧 往左 往左到三岔路后 哎哟 好大声 好 我们走到了啊 应该是这里吧 放心 我们也可以活下来 你出不去这个树林 我也出不去 在这个树林怎么绕不出去 没想到我一千五人 就有如此弱迫之死 这个在睡觉 原来树派驻扎在此地 我想是否应该也来了 不过 还是先找詹语大人寝室为药 这里 欸 这里不能进去 哦 这是买道具是不是 哦 所以是呢 诶 是不是该买一下 买一下好了 可是有必要买吗 诶 红色是 简对不对 红色是简 吗 还是红色是假 啊 先买再输啦 可是好贵哦 诶 神影拼封大家都可以买 是不是 看起来是这样 二三二 二三二 红色是假哦 哦 红色是假哦 沒關係 我有钱 OK的 红色是鸭啊 诶 对哦 红色是假 没错 黑油短刀 瘋瘋瘋瘋瘋瘋瘋 OK 好 哦 嗯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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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進去嗎? 進去一下 欸不行 好 大概就這個可以進去吧 你賣光源 OK 地賣靈光啊 講錯 講成手遊的你賣光源 地賣靈氣啊 你知道以前玩還生節啊 就是因為以前沒有隨時存檔的修改器 然後玩的時候啊 小時候又被限制玩遊戲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一個小時到了 然後我就跟我爸媽講說 不是啊等一下啊 我還不能關啊 我還不能關電腦啦 我還沒找到存檔點啊 等一下啊 然後又過了一個小時 然後你爸媽就生氣了 啊多了一個小時了 啊存到檔了沒 就是這樣 以前就是那麼普遍無死的生活 那像現在 好我們走到狗雲1了 咦?怎麼不見豬派掌門 難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咦? 這可能是奇怪 難不成這豬派 還有人帶家 家俊出門不成 小妹妹 你一個人在這兒不害怕嗎? 只要心懷坦蕩 天地萬物何懼之有 嘿 這小妹妹怎麼看起來年紀小小 談起話來卻老氣狠秋的 欸小妹妹啊 你是誰? 怎麼一人在這呢? 你的叮咬呢? 你們是天氣群門 應千陽那幾位吧? 我們已經在這 等候多時了 欸? 你怎麼知道我們是誰? 你又是在 你又是誰? 無乃神卻公 既認詹女梗雲一 已然受過詹女七魂之疑 師父補出奪見者 因為來嚴棚 紅羽台 破解懸所 因此才來此地守株待兔 果然被師父嚴重 強奪神經的灰藝人 已經在發展現身 師父祖母在此等候各位 要各位盡快前往 嚴棚紅羽台互見 這灰藝人出現了 那請問詹女 我們該如何前往紅羽台? 這是四色龍羽與逆反灰輪 由於嚴棚紅羽台與喬山黃羽相同 是個靈氣弥慢之所 許多精怪聚集 因此嚴厲就在嚴柱上布下傳送陣法 啟動 傳送陣法的關鍵鑰匙就是在第一個嚴柱上 使用四色龍羽 龍羽就會從盤中飛升至周圍 先各閃動一次 表示已經聚氣就好定位 片刻之後 就會開始不規則閃動 你們必須牢記閃動的順序與次數 待閃動完全停止後 按照所見的閃動順序與次數去碰觸龍羽 如果順序完全正確 龍羽則可保護諸位 安全傳送至嚴柱區 如果順序錯誤 龍羽的防護氣場消失 就會遭受攻擊 若是能夠擊敗攻擊的精怪 則再重新一致 使用一次四色龍羽即可 最後當你們遇在炎柱區內傳送時 直接調查炎柱上方 即可啟動前往下一個炎柱的傳送陣法 至於逆反回輪 則是脫離炎某時使用 那你們就會回到第一個與神木交際的炎柱 使用四色龍羽時 要在地脈之氣絕佳的場所 所以在登上下一個炎柱時 必須先尋得適合使用龍羽的地點 如此說明你們可了解 感謝宰女詳盡解釋 但是 OK我們懂了 宰女 那是什麼 會讓這樣的小孩變成小大人 我真是不懂 宰女是神絕公主 我們師父說過 宰女是女娲的自視 以神秘的忌魂之儀 傳承記憶 而紀念者都是推上十層所領選 先經過禁魂化身 再經過數字的忌魂之儀 如此能夠把數千里的智慧 與記憶傳接下去 是個相當神秘 且具權威的 喔 原來如此 欸 曲莫姿終於講到話了 欸對是這裡 幻神嶺 以前啊 我在解這個幻神嶺的機關啊 完全是靠自己的 你知道後面那個獨蘭姐嗎 超級難解 超難解 超難解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有多難解 等一下 那我可以靠秘技嗎 好像不行了齁 欸不是用這個 欸如果不能靠秘技就尷尬了齁 欸 等等等等 我按錯了是不是 欸問他怎麼是鬼魄玄像的效果 喔 好再這樣 喔不過這是固定的那還好 如果隨機就很尷尬了 黃 要聽聲音你知道嗎 噔噔噔噔 那時候 那時候大師還沒有在玩吉他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是高中 欸國中還高中玩的吧 哦 那時候是鬼魄的 所以那時候是鬼魄的 只boro魄的 ちは鬼魄的 可以啦 然後咧,我忘記要怎麼走 喔,對對對,四射龍獄 這門都還算很簡單 等一下超快的好不好 就是你要照順序就對了 誒,它是登登登 登登登 登登 對吧 誒,對 哈囉 不用特別再暗示四射龍獄 只要點中間的時數就會產生了 好,再來 剛才是登登登登登 什麼,藍色先嗎,我記得是藍色先 紅 紅 對吧 反正它就是一開始會先出現四個,四個球的,每一個球的聲音,的音階 然後再按著音階的順序去按 大家都這樣 啊它是什麼大調我是不知道啦 什麼音味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絕對音感 藍色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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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哇,我根本沒仔細聽耶 藍,暗了,紅,綠,綠,黃 欸,不對喔 哇,應該打架了 喔,然後綠就黃黃 欸,對喔 欸,真的對 誤打誤撞 好喔 再來這一個 好,是紅 一二三 黃黃 藍綠 欸,對了 還有三次吧 我不只喔,還有五次喔 好,再來這一個 蛤 剛剛是紅仙啊,藍仙 三紅 三,一黃 二藍 二綠 三綠 二綠 五次 一個 一黃 一黃 猜 一黃 一黃 五次 把 一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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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 黃 黃 黃 紅 黃 是不是按錯了 真的按錯了 三黃 應該沒錯啊 三黃 1 2 3 藍色 紅 紅 綠 藍 對了吧 好再來是很難的 有些會有聲音但光球不會閃爍 喔這個是更難 我那時候就是卡到這一關卡超久的 來了 可以再填一隻嗎 可以 這是更難 每次不一樣 這是紅對不對 紅先吧 黃 藍 藍 對了吧 對了吧 哼 簡單啦 毫無難度 好再來 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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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綠 綠 黃黃 好最後一個啊 二師哥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的地脈之氣 是不是內流的 這是不是表示我們應該將順序反向才成 不是吧 好 紅線對不對 綠藍黃紅 對了吧 獨見者 不要說無謂的抵抗 快停止你的封裂壞劍 否則 否則不管你是誰 我們都不會欽擾你的 哼 這人大膽賊徒 咱女何去對他多眼 咱們倒不如直接將他制服 是啊 雷藍黃要是在這 少一就要用他不說 給這傢伙一個頭很快 不 對方不是用手 大家要小心才是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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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你了 掌風神情先放下去 先放個火靈神劍 先看火靈神劍的攻擊力多少 然後..咒術 省事換關 然後絕技 回風槍 他怕..他怕什麼 然後這一招 放個賭看看好了 誒 他的屬性是不怕賭啊 是法化吸 先放再說啦 一..九..一九五三 哇..超帥 這..日文神劍 看一下攻擊力 之後 然後放光系招式好了 三九八 嗯..有點少 765 雖然還是適合放火靈神劍 暗夢升星 等下順便放一下靈上增法 暗不怕 暗屬性不怕 他中不了毒對不對 所以沒有用 好弱喔 0字增法 一擊消除所有敵人強化的 OK 拖一點他時間好像也可以 他血太厚了吧 哇 這麼痛 我靈子增法都沒放到耶 好 痾 痾 呃... 神影精彈是幹嘛的 我看一下 神影精彈是氣力跟氣血都回復 OK 也是我有血刃製作嗎? 畫像還沒學到血刃製作齁 對阿 我的血刃製作還沒學到 可惡阿 小虎 阿 36滴 不畫冰喔 看看有什麼方式可以打 打快一點 阿 死掉了 怎麼有點難打 看有沒有其他的刀就可以用 沒有 沒有 點多就十幻殺而已 伯光攻擊會比較快呢 欸 好像...好像伯光攻擊可以喔 欸 我真的覺得伯光攻擊比較快欸 欸 我真的覺得伯光攻擊比較快欸 好 我要秒他了 欸 喂喂喂喂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群木之群木之 死吧 他的利用價值只是讓我錄他的招式而已 哈哈 耶 呵呵呵呵呵呵 你們以為這樣就是贏了老夫嗎 你們太天真了 看我的極力也天破 走了 硬實是危險 什麼 什麼 這 這 這是什麼 哇 哈哈哈哈 就說你們奈何不了我了 等我破解懸索 你們就等著成為祭品吧 我 絕無容許 看我的周天見證 不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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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 我終於自由了 真是多謝你了 不 不 好 原來七萬剛有來喔 都忘記了 師父 我 我 我怎麼會 做出這種事 雷斬們 連被九儀天尊擬動的荒魂 失去了理性 因而對竹派元老下了毒手 方斬們與師尊接受重傷 但牧斬們與竹斬們 卻已當場宣誓 什麼 我殺了木牢 而出老頭 啊 老友 我雷敬 對不起你們 就讓我 在黃泉路上 跟你們賠罪吧 師父 唉 難道這邊就有一天真的存在 真的是個錯誤的決定嗎 大家都復原了吧 還有哪裡需要我醫治的 我沒事了 多謝高姑娘 我也沒事 除 曲公子 你呢 曲公子 啊 啊 嗯 容易跟我玩 剛才是在換我嗎 是 是啊 你 你沒聽見嗎 我 我 聽見了 可是方才 我不知道為什麼 竟然對曲木子這個名字 有奇怪的陌生感 啊 該 該不會 曲公子 你 你記得 這裡是哪裡人是嗎 記得這裡的家鄉在哪嗎 我 我沒去回想過 可是你現在這麼疑問 我 我 我就讓我想不起來了 終於開始了 我 我是那裡人 我 我的家鄉在哪 我真的完全想不起來了 但我記得我有一個娘 娘 娘還在等我回家去鳳羊 可是 可是 我 我完全想不起她的樣子 我 完全都想不起來啊 齊公子 你不要難過 龍焰魔裡獻魂相救 卻不會親你不顧的 我 我會照顧你一事的 二師哥 我現在不想進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跟昨天 好啦 昨天提太 提太遠了 好說 陰羨羊的個性就是 他其實紀錄性也是有的啦 說實話 陰羨羊 他不算完全的好人啊 對我而言我覺得 陰羨羊不算是完全的好人 他也是為了自己的 自己的毅力去做行動的 其實跟硬鳳能我覺得差不了多少 我覺得啦 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私欲啊 以前遊戲的真壞台詞 如果太激動就顯得主角輕浮 我也這麼覺得 對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誒 是在年輕一點的新聞剛剛 是沒錯 可是我覺得圖像跟優層好像差不多 得先去找章魚大人 虛光接下來的事 章魚大人在哪 這裡嗎 誒這邊可以進去喔 可是我進不去啊 師父說我重傷 真的修咬 我看你還是先不要打擾師父 他在這裡喔 要其他地方 等我隔斬魚 師父斬魚還好嗎 師尊與勵師接受了重傷 我們將於便客起乘回天衣山神血宮 唉 其實此事事件 可說是註定天命 師尊已能預知此節 因此才足我同行 各 各人命運交錯 造就如此事間 因此因斯指 你不需要過於指責 這一切本就是天定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 還取詐你指點 問我 你不是去過黃林 經過黃帝了嗎 你應該知道你該做什麼 你只是心間 茫然煩亂 一時失去了主見罷了 該是屬名的重責 是逃避不了的 燕獅子 我只勸你一句話 面你有時終須有 面你無時莫強求 我嚴謹於此 我相信你懂得 但你想清楚了 我才能給你下一步的所知 是 多謝宅女 相 相比夏侯儀 對阿 櫻千羊對詹女 尊重得多了 笑好我一直在調侃她 詹女說得沒錯 該面對的 總得去面對 再怎麼逃避也是於事無補 否則若因為我的詞欲 而導致更多的減染 我的良心 且就會受得過 剩下還是充滿一下心虛為要 如果以榮葉姑娘真是無恥緣分 那麼 為何不放寬心 放寬心懷去祝福她與曲兄 英雄 你行中做好決定了嗎 是的 肖兄可願意與我一同放血 將當九一天尊內的持有陣風嗎 其實不滿英雄 我也原本 與世紀奪走九一天尊 為父報仇 但是與我們這一行 我想通了很多事 我甚至可以說 你們改變了我許多 因此我 我已經決定與我們一同封建 讓這片無人的痴夢 以醉眼 消失於人世 肖兄 二師哥 你 怎麼樣了呢 我酒店前往地界 卻再度封住 九一天尊 但是此途充滿未知風危險 身邊可還願意同行相隨 二師哥 我說過 只要你不嫌棄我 我一生一世 都會在你身邊的 許兄 你心情好些的嗎 我 我希望能夠跟你們一道去 可是我會拖累你們嗎 但 我是 真的很想跟你們一起盡一份力的 那就一起走吧 不然 你能上哪去呢 最少大家在一塊還有個噪音 而且 我們又只能少了你呢 英雄 你說的可都是真的 不過是寬我騙我 哄我的吧 不是的 咱們竟然有緣 我們又如何 又如何 能丟下你 孤身一人 謝謝你 英雄 你 還願意幫我嗎 即使我們 久離存亡與否 與你並不相干 我是順著我的宿命 做我該做的事 更誇獻這名件所造成的一切 也是人間所造的因 方有今日的過 我應該要去 我也不會後悔 那麼我們 先向他沒自己 是阻止持久 對久離主的自私所行 至於其他的 咱們就留待天命決定吧 嗯 龍爺沒說話 哼 剛才小學還說 有老母要照顧 就忘了 嗯 我很高興你們 諸位都下定了決心 在我提供你們 往地界的路口之前 我想問龍爺姑娘 你是在何處上的地面的呢 我是從太陽上的物骨 原本我也是要從此處回地界 但沒料到高興 為了從我手中奪劍 竟將路口封住 除此之外 我還知道浮山樹下的幽冥軌道 但是此度凶險異常 張浪們平時根本不准我靠近 所以坦白說 我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回去 其實上有一處鬼神之淵 就是這片龐大死寧的某一處 但是經過數天以來的大地 一行換月 這區的位置已無從所知 不過這附近有一個村鎮 名曰乾州鎮 雖然此鎮行程實力不長 但有些居民就是在此生存已久 因此或許會知道該處的下落 但此時你如此龐大 我們該如何詢問我們要製造的地方 居民有如何得知此處 就是鬼神之淵 即使此處之所以叫鬼神之淵 就是因為這些炎柱的底部 在兩千多年前 被一種名為淵突的太古淵獸 為闖入地界生存 挖澡穿破而成了通道 結果形成地界與人間的另一個相通之處 因此藏有奇獸金怪在此地出沒 對此在地長年生活的居民 其危險詭異一定印象深刻 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可知乾州鎮打聽事實 雖然此道蜿蜒細密 且凶險不下幽冥軌道 但卻是比幽冥軌道更直接到達環神酒香 相信會省去不少時間 原來如此 多謝詹女指示 另外還有一次晚輩想要請問詹女 皇帝提起地界所視察的秘法環神節 請問該如何開啟此天法封建 這環神九頂各由一隻神獸看守 只要觸摸這九頂 神獸就會出現攻擊你們 只要你們有能力將之擊敗 九頂就會浮現一些浮誌 這九頂分為立拳、竹頂、靈頂、粉頂、正頂、黃頂、幽頂、韻頂與明頂 也就是代表天地間的九樣元素 簡易即為積木、水火、土、光、暗、生死 只要找到這九頂內顯示的東西 放入該頂內燒化 黃神節就會啟動 只要是被黃神節困在當中 就算是能夠飛天頓地也被動彈不得 原來如此 如此晚輩懂得 多謝詹女告知 我們最後起程前往前作證 我祝福你們年輕人 雖然明知此圖不獲能料 但是我相信你們只要同心相持 一定可以顧過重重疾難於考驗 雖說這什麼詹女生會來源特殊 但是看一個四歲小蛙叫我年輕人 還是挺便扭的 好就這樣 走吧去前作證 應該先調查一下吧 為了明天精神不好才更要開 我們把前作證那邊的劇情 解完就可以關台了 沒有妹子 欸? 講到妹子大家精神又來了 蛤? 你們要找鬼神之淵 那可是危險至極的地方啊 我可不想多害人命 枉造殺虐 更看我孫女又被盜賊抓走 我憂心都來不及 你還是別來煩我炒我 這叫我盜賊如人恨行 但是他也問我王法 他已經真的告知盜賊聚集之所 以讓我們救出殷孫女 恢復正善平和 你們當真要去與他挑釁 他們可是個個殺人不宅癮的兇殘 你們只是路過了外地的 不怕王宋寶貴性命嗎? 這種賊人得了得了助治 無兩學武之人必須盡憤心力 都是貪生怕死 請問是有副醫生所學嗎? 沒想到 諸人竟是如此大一零難之士 卻原諒我煩心憂慮 對諸位有所施力之處 還請諸位切莫見怪 小老和特鄉向你們賠罪 政長快莫如此 對陌生之人有所戒備 本身人之常情 何罪之友 還再請政長盡快告知盜賊所在 爭取 原諒你孫女的時間 以免生變 這群盜賊是月末數千前才出現 滿橫不理不說 還四處搶奪財物 我的孫女 君君因為破具之色 就被他們盜賊頭子搶搶而去 這裡較為大膽的漢子 偷偷跟著他們 發現他們住在正北不遠的一處樹林裡 但是他們人多失重 我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真是港大妄為 可惡自己 正北的樹林子嗎 我們這次前去救回另村女 究竟政長等我們的好消息吧 這不是盤沙寶的盜賊嗎 呵呵 你們是什麼呢 不知道我們兄弟在這裡嗎 竟敢上床 上床 你們到處搶搶 搶搶村陣 怎麼不說這裡就是上床 今天我們就來替天行道 拿下你們這幫肥徒 哇好多 欸好痛 剛剛靠修改器了 怎麼上床啊那些人 上床 多謝主委打擾盜賊 這邊救命大恩 小英子正不知該如何答謝 姑娘不用可惜 趕快姑娘是前頭鎮長的孫女君君寶 是 這位可是爺爺偷來救我的嗎 是的 鎮長分享掛心你的安穩 姑娘還是快隨我們回去吧 喂你們別亂想啊 你們這些思想卑利的傢伙們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好的不聽 驚聽壞的 你們就是 思想邪惡才會聽錯 君君真的是你 你真的平安無私了嗎 是啊 爺爺 多給這些傢伙們提升相助 否則我早就 多謝主委的恩情 蕭老兒莫是難忘 正常不許客氣 只是我們實在必須前往鬼神之淵 而且正常告知方向地點 沒問題沒問題 鬼神之淵就在前周鎮的東南方 有兩座山之間的山谷俠鳳進入 我打而遲就聽 不少有關這鬼神之淵的怪談 那兒長年龍入蜜蜜 吃寒利懶人發毛 曾經有人大膽進去那飯 可是就沒有人回來過 欸不不不 有一個人就曾經回來過 喔喔有人回來過 這是很多年前的事啊 那是前周鎮上有一戶雙姓人家 有個聰愧貌美的閨女 換作雙雙 雙雙 怎麼 姑娘認識她嗎 不 請正常繼續說下去 說起來也是悲慘 就在雙雙出閨的那天 原本喜氣洋洋 哪次在迎娶的話叫回城時 經過這鬼神之淵的谷口 竟然遇到山賊搶親 雙雙為了使手爭解不讓賊子玷污 竟然涉及逃向鬼神之怨 賊子們早聽過傳言 哪敢你追啊 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她消失在龍霧裡 大家都以為她一定活不成 因為沒有人可以從 活著從鬼神之怨回來 但是在五年後 她居然回到了鎮上 除了蒼白喬碎的些 幾乎跟活了沒傷癢癢 但是沒人相信她 都認為她是鬼滅所化 非常夫家她的夫婿 必不見面 連她良家的父母姐妹也不敢認她 甚至還請道士對她懶夫驅趕 就這樣她徘徊了好些日子 卻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承認她之死 她墊墊的站在正口 哀淒的嚎哭了一夜 那悲涼的妻妾 彷彿要哭進人心裡頭似的 隔天一早 她就消失在這裡 而聽了她那夜的提醒 她的父母也後悔 她們這才相信 或許那真的是自己的女兒 但是一切 都太晚了 太晚了 原來雙雙姐 有這麼一段的過去 怪不得她如此封閉自己的心 這雙雙應該是隆越提過了的 嗯 如實聽來 這鬼神之冤能夠請往地界 確實不假了 就是這麼回事啊 如果是為恩人要前往鬼神之院 還請多加小心才是 多謝政長 我們自當如此 那個雙雙就是泰淵 泰淵引逸啦 就是燕明龍的師父啦 人請味 你說這句話對嗎 充滿了容後人請味 有沒有五年後回來的雙雙 老公不認她 連她父母都不認她 還說有人請味 我呸 不拍 對啊 雙雙進了哪裡學的 我也蠻好奇的